166頁呢 看起來呢 它是有 你看到二聖是提甲入針 可是你看到上根菩薩有沒有一個提甲入針 然後另外中間還有一個菩薩是提甲入淡針 有沒有找到 有吼 那另外這裡面呢 這兩個第一個二聖跟上根菩薩 各位可以參考175頁的下面有做一個比較 175頁下面有個比較 像那個部分啊 16行的部分 帳跟通啊 它有說第一個呢 你有些可以幫我寫上在先的前面 先斷戒內貨有沒有寫上去 寫上1 然後呢 鵝上面寫上2 你懂是先斷戒內貨 然後第二步它是呢 這是先斷戒內貨 而它未曾呢 休息甲中的人啊 那它就必須到第17行的後面 它就叫做次第立節來修行 然後它的第二個第19行 進而斷三道 進斷三道正三的相應獨頭啊 那就是指那個說 我們基本上在為式裡面講的獨頭意啊 獨頭意識 那它的資本啊全部都會去 就是資本煩惱各種 資末煩惱根本煩惱 那個資本的意思 資末煩惱跟根本煩惱 它都會去啊 都可以去除掉啊 所以呢這前面的第一個部分啊 是西體二聖跟通教菩薩 那再來呢 第21行是別緣的部分 別教跟原教 別教跟原教啊 它是通禍先進別禍而被俘啊 通禍就是在戒內的部分 那別禍呢就是屬於戒外的部分 身比戒者神根吉利啊 但修宗觀 自比三道啊 那這時候當它去時的時候啊 這第22行的23行的後中間開始 去時獨頭意去啊 就是它一些煩惱 弟弟就在獨頭資本街去 跟上面一樣 弟弟雖有志啊 雖然都一直在智慧有增長 可是每一個智慧在增長的時候 因為它無明還沒有完全進對不對 還沒完全去進 所以說24行說 它的智慧都是跟無明是相雜的 這是可以理解的嗎 可以嘛 因為它還沒有完全親近 那因為24行說 因為還有親近的關係 所以還沒有親近的關係 所以說就呼它這個時候叫做智障 為什麼叫做智障 因為障上分子的關係 所以25行的後面只有佛的心中 沒有無明 無無明就是沒有無明啊 那這時候呢 它才是所謂的 不會有所謂的智障的問題 好 這就是它的菩薩的一些比較的部分啊 來回來 那再來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地方呢 174頁的地方 174頁開始 你看到174頁的 174頁 各位有反倒嗎 174頁是要介紹它在斷貨 斷貨 然後你看到174頁介紹斷貨 斷貨斷完以後 它的總結是結在剛才我念的那一段對不對 就是結在剛才我念的地方 然後呢 到了178頁 各位跟著翻喔 現在你要是翻書喔 你看到174頁是在講它的斷貨 178頁是在講它的位階 然後呢 位階講的時候 講好以後 他在181頁的時候 他在講他說什麼叫法 他用什麼叫法 來是說 那180頁的地方 他講的是他們的觀心 觀怎麼去觀 就是180頁的第20行到23行 我們看到他在介紹觀心 180頁的20行到23行 介紹他的觀心 像藏教呢 他的觀心20行 他是觀 因緣生命無常 通教是觀 因緣即空 別教呢 是觀分別教際 原教是觀心 即是福性 都有齁 然後他介紹你的觀心 介紹完以後 他就告訴你 這有藏通別緣 他有各種觀心方法 那介紹完這些觀心方法了以後呢 他就會讓你就應該要配合上說 他怎麼樣去斷貨啊 你各位看到174頁 他要告訴你什麼斷貨 斷貨的部分呢 175頁的下面 我剛才有介紹這樣 帳跟通別緣 對不對 那現在看174頁的部分 如果是在迷全理的部分 迷全的部分 迷全理的部分呢 那就要空觀 由空觀來做 由修空觀 因為空觀能夠對字界內一切貨啊 他能夠對界內一切貨 那他怎麼樣來對呢 他底下就先有列一個12因緣 有沒有找到12因緣 那12因緣啊 叫做12輪啊 跟互為因果啊 你可以說12個本身是一個戀 對不對 12個有一個生滅門 還有叫做環滅門對不對 流轉門跟環滅門 那都有 那流轉的話都互為因果啊 那如果你從三者來看的話 另外叫做煩惱 所有的煩惱都把它歸在葉 煩惱都歸在葉 總共歸起來的話會有兩個 哪兩個是煩惱啊 煩惱通葉煩惱應該是有幾個 有三個啊 無名跟什麼 愛渠啊 無名跟愛渠 無名是一對不對 然後呢愛渠兩個是 現在的貨嘛對不對 現在貨叫做二 就是說貨有三啊 三 然後他說在通葉 你會有兩個葉 葉有二一加一 哪兩個 行跟油 好一加一 那再來是苦 苦的部分呢 總共有七個 現在有五個 未來有兩個 對不對 是哪個 世民色六路 畜壽 跟生老實 所以都要配合起來 就是各位剛才畫的那一個 PowerPoint的三個鏈子的 就是你貨的部分有三個 就是有無名是一 愛渠是現在的 然後有因貨造葉 葉的部分就是有 有行還有 有 因此呢行有二者是為業 有業 而後必須要受苦 以現在來說 四明色六路促壽 以未來來說的話 有生老死 這樣加起來就是 所謂的一般叫做 三生二 二生七 三二七 一般有這樣講法 有的畫編子有的叫做什麼 二一 這樣子也可以 就是現在 兩個兩個對好 這是他說 互為因果稱為三者 就是三丈 那三丈呢 因為他本身又可以 你在當中你可以看到 你有成修行的機會 又成為三道 又有三道 這在我菩提心要裡面有介紹 就是那個轉三丈為三道 而後三道為三德 再來二十一行啊 三世間隔 分為分段生死啊 那這樣子的話呢 父無地理不得解脫是為病啊 就他的病啊 是因為他不是說身體怎麼樣病 是他沒辦法契入地理 契入真理 法生會命生病了 是法生會命生病啦 那這法生會命生病了 要給他藥啊 那這時候他的藥啊 本身呢 因為他在界內 他根本你給他界外藥 他還用不上 還沒辦法用到他 現在眼前最急的是界內的藥 所以他給他叫做 從甲入空官啊 從甲入空的這個官法啊 好再來175頁啊 那現在他是要界外啦 是迷死裡啦 是界外相應啊 以在這有界外相應 獨頭啊 整整的無名啊 那這個界外的話呢 他把他樹 這是種種的十二因緣啊 把他合為叫做四種杖 合成四種杖 這四種杖就是在保興論 他裡面用保興論的原相生壞啊 他這個原呢 就把他歸在煩惱 相是歸為業 生跟壞歸為苦啊 然後合起來也是一樣 就是貨業苦 以往都是貨業苦啊 他說那這裡面這個禍啊 可以由入甲跟入中官兩者而治啊 那所以說中道本身 他並不是說你完全可以把甲中 那個什麼 甲官擺掉喔 他是在空官擺掉 他是從甲入空官以後 再來修空甲中二官 他是以他為基礎 再來修甲中二官 所以他給他的要啊 是甲官跟中官 好從空入甲還有呢 中道第一官入中官兩官的藥 那你知道呢 葬通別源界內跟界外 各給什麼藥以後 你知道他各給如何的藥以後啊 然後他就印他的貨 然後他的他的藥 那講完以後呢 他就要介紹說 欸那像這個情況下 你要修什麼法門啊 我告訴你有這樣的藥 那這個藥該怎麼服用 就是在176頁 該怎麼服用 知道了病 也知道了藥 那要該怎麼服用 有沒有找到 176頁 有齁 那這個該怎麼服用 就是在176頁 他的種種的行跟字啊 那這個行呢 呃各位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紙 紙下面有列了一串法門 官的方面有沒有列一串法門 有嗎 好齁 那這兩串的這個法門啊 呃 你們可以把它再收 收射一點的話 就變成是在177頁的那個 中間的表格 就是有會行跟行行 會行的部分呢 一般把它稱為叫做正行 行行一般叫做柱行 他的定義呢 至者大使在176頁的第7行 有沒有寫下來 你們看176頁第7行 有沒有看到會行跟行行 有沒有找到 他說會行呢 是正行 行行是當成柱行啊 那你說什麼叫做正行呢 你可以來看177頁的表格 你看177頁的表格 你看當中 正行的話他說是會行 你看他是無常西關 是通教的 那他的柱行是不靜啊 慈行官是行行 有沒有找到 那這些行行的話 事實上就比較類似 算是士行的部分 那他的會行的部分 就有點像是原理端貨的部分 好 底下呢 通教別教原教都是一樣的 來那各位呢 請同時看一下喔 你看這邊第一個 藏教177頁的藏教 無常西關對不對 然後你看看那個 178頁的15行 三藏教 他是無常西關 那他怎麼看呢 他的目標 無常西關 他的無常西關的重點 是要西法入空 有沒有找到 好那他西法入空以後啊 他的位階 178頁15行 他的位階呢 就是有一般叫做 七賢七勝四殺門果 那另外一種叫做三十七賢勝 那他們這個地方就是三藏教 所以三藏教 我一般把它稱為叫做西空關 所以為什麼 他是西無常 西無常 而且他重點是要最後要入空 所以我們不要有時候西無常 現在還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他是要入空 好 那這個西無常入空關 180頁 180頁呢 他為他說的教法 假設這個眾生適合 仗教的教法 二十行 那這時候他的觀心的觀法 就叫做觀心 因緣生滅無常 由觀這個為主 他的心以吻合這樣的作意來修八真道 這樣有沒有找到 好 那配合起來的話 他在一般經典上面來講的話 就是180頁第五行 也就是說觀心因緣生法生滅者 這大部分就是一般我們在講的就是 屬於三藏裡面的誓阿寒教 如果以天台來講有五味的話 就是乳酪生疏手術裡面的乳 這樣ok了嗎 所以這本書啊 第四章是要這樣看著的 他每一個都要配合前後橫著看 ok嗎 好的 我們再繼續往下 177頁 表格 你看你各位可以看到說 像那個通教 通教是提法如幻化 他的重點是幻化 而且他是用提法的 就是直接能夠提解進去的 不是用慢慢一個一個分析 都是提法的 他的重點是提法如幻化 他當然是提法制喔 那各位看到了 他的提法如幻化呢 178頁第18行 那個通教的位階 他提法如幻化 他最後所證的位階 他是提法 他的重點是放在陸空 找到嗎 18行陸空 他是屬於三聖共位 他的位階 是從前匯第一子到八帝 前匯第一子到八帝 都是屬於陸空子官所設 都是屬於陸空子官所設 那他的觀新的方法 在180頁的21行 他是觀什麼 因緣即空 觀因緣即空 這個的整理 在我給你們的19頁講義裡面都有 就是在很早期有一次 給你們的第10還第11次上課 給你們一大碟講義對不對 那裡面都有整理這些表格 12因緣的表格都整理好 他是觀新即因緣即空啊 那這種像通教的呢 各位給看一下通教的話呢 極空的部分 181頁的第6行 觀新極空的話 那是共波的 屬於弱 屬於弱的 好 再來往回來 別教的部分 177頁 他說呢 這地方他的重點 有看到一個化眾生 為什麼這時候才出現化眾生 為什麼藏教跟通教不談化眾生 那時候算是尼菩薩 還是尼菩薩 他像那個藏教的菩薩 他說他根本在修仁天法 他是一個毒氣 他雖然好像給你甘露 可是因為他本身是身體 他事實上是三毒未盡 任何法他做出來難免雜毒 所以的話他事實上是一個毒氣 如毒氣裝甘露 那這個甘露也變成是毒 所以他把他歸在人天聖 他所修的是很多福報是為他好好 可是那些東西無關解脫 是屬於人天福報而已 好 那再來看別教 他這地方有個化眾生 那化眾生呢 修道種子 原屬理屬於會形 他這是原屬理的部分 那各位來翻一下 那這個地方 他是從哪個基礎上來修道種子 178頁20行 他的重點啊 是放在甲 從甲 從甲入空關 從空入甲關 他重點是在空已經體空了 有空慧的基礎上來修甲 那這個甲就是化眾生 入甲 這個入甲就是修慈悲修化眾生 所以就在他的慧呢 是已經以空慧為基礎上 來再來修甲 那這個修的歷程有分兩個 一個是在那個修立別型上面寫上A 有沒有寫上 那這個A有寫完叫做三觀 次第三觀 立別型叫做次第三觀 然後呢21行的後面呢 有沒有一個獲存用甲關有沒有 寫上B 那就是代表他只有用一觀 只有用一種觀法 找到嗎 好 那我們現在只有用一種觀法 他這種觀法叫做假觀 只用一種觀法叫假觀 那那個前面20行的地方 他說他有次第三觀 有沒有找到 那次第三觀的話呢 他有分得意跟不得意的 不得意的話你們寫上E 第一種位階 有沒有找到 那第一種位階不得意的啦 他是叫做三十星福獲之物 那用空甲兩觀 然後就可以修來做達到 那如果得意的話 就是能夠提解 提解這個 這個十項的話呢 這21行 那就是能夠破三道成十地的位階 就能夠得成十地的位階 就是三十星以後後面是十地嘛 等於是你不得意就還在前面空甲 那如果得意的話呢 就可以到十地 等於是他的位階 雖然次第三觀 但是你還有分 你能不能欺乎 有沒有辦法突破那個障礙 得意就是代表過的那個障礙 那如果你可以破的話呢 破三道啊 得意的話那就是什麼 只要用第三觀就可以 第三觀是哪一觀 叫中觀 有找到 所以說他前面是空跟甲 空跟甲以後 如果你還可以通過過去就是中嘛 所以他叫次第三觀 叫次第的 那有的方式就是只有單純用一觀 來各位再翻過來 那如果像別教的話呢 180頁的別教21行 那他的重點是在分別交際有無量種 有沒有找到 那分別交際無量種 事實上在講說 他能夠對眾生的種種差別相啊 種種的假名思事 他能夠分別不謬 我們一般都會分別有錯耶 比方說你們看到出家法師 就是假設啦 看到我 然後就假設看到一個65歲的另外一陣在我旁邊 這時候你們一定會 如果這時候我們兩個要開講講一個道理 忽然呢 兩個講的不一樣的時候 你們忽然會投票會投哪一邊 大概會這一邊吧 可是搞不好他才出家一個月 因為他65歲才出家 可是一般人就會這樣誤解 你們懂嗎 這是很正常的 然後他就講說這就不叫做什麼 這就不是分別 分別假名而不謬 這就完全有謬了 那他是說你能夠分別假名而不謬 就是說你那當中 你能夠看到如實如實的看到 每一個的差別 每一個的眾生的真正的原來的本來的面目 而且你不會被他的外相給迷惑 你又能夠見到他的差別的差異 而會用種種的差別差異 去為他施化 所以他叫做什麼 分別交際 有無量種 這樣OK嗎 好 再來往下的部分 他這樣就是觀心的部分 那他那個往後面的那個部分 我們這地方就是屬於 你要處於假名的地方 就是觀假名是十五行的地方 那是假名佛姓啊 醍醐殺人啊 那另外一個是幾假即空啊 有的就是八 放在方等這個部分的部分 然後七跟八啊 那都可以 好不好 可以 來就是屬於生素手術的部分 生素手術的部分 來 再繼續往下 快結束了 我們第八章快結束 第四章快結束了 原教 原教呢他是於中道 中道源於十項 他是只有一道清淨是會行啊 這是中道 那中道的部分呢 一百七十八頁 我告訴你們 你們你覺得為什麼要學這一些 大家再告訴你 有的像名相都沒學過 好辛苦 但是你發現 這全部都講完了 對不對 他的修法 他斷的禍他的位階 跟他怎麼關心 一次講完 就在這麼一個章節 就全部講完了 好 原教解形 他說呢 他是即是而真啊 二十三行 他是屬於 如果你有他的光用來說 從他能夠斷 從他的那個光用來講 他從開始的時候是智慧增長 你看我們月亮初一 從初一開始到十四一直到十五 是不是月光越來越亮 就代表他的智慧一直增長 一直一直增長 從十六以後 是不是月亮越來越弱 他就屬於說 他的煩惱越來越少 所以他就說 他的光用見點 他屬於他的斷德啊 然後你看那個光樣 越來越來屬於他的智德啊 他這地方呢 就是即是而真啊 這個即是而真 禁迫無明呢 那原教的重點呢 是二十八十一二十三行 他的觀心即是佛性 他能夠觀心即是佛性 而後來元修八真道 重點是放在八 重點是看起來 事情都是八真道 一百八十一對不對 你看起來事情是八真道 可是他內心所於 他所觀的 他的心念的 他的地理 氣應到什麼程度 就會導致於 他屬於障通別緣不同的教理 就等於是今天我們訊息 和我們自己對於這個會解多少 同樣的事項做起來 但是他的功德力 跟他背後所開發的智慧 是不一樣的 好 來這部分就是介紹完了 所以各位啊 我們從一百七十第三章啊 第三章我只剩下兩頁沒有講 就是一百七十三跟一百八十一 現在講 一百七十三頁 只觀總辭 找不到的第四行 只觀總辭騙收諸法 他說只觀能不能總辭騙收諸法 答案當然是可以的 一百七十六頁的那個 剛剛我們已經畫過很多筆記了 有請你們回去抄了 那個幫我開報point一下 176的 176頁的這個powerpoint 就是請你們寫在176頁的旁邊的地方 他介紹的地方 從一百八十一年的 第二十行到二十五行 他所涵刮的這些名項的介紹 請你回去看赤地法門吸金 他剛開始赤地法門吸金 是用通別來論禪門 通說諸禪門別說諸禪門 通說諸禪門別說諸禪門 禪門合而為一 他再把它開為三門 叫做席色心 那席色心開完以後 哪些禪門屬於席門 哪些禪門屬於色門 哪些禪門屬於心門 就像現在開出來 哪些禪門屬於子 哪些禪門屬於官 哪些禪門屬於會 哪些禪門屬於事情 他把它開完以後 最後就告訴你一句話 大聲善巧隨緣令物 言無定準不可謬直 你今天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一個禪門 這個禪門的比例又不一樣 今天同樣的一個釋法在修 但是他內厚原心的觀心的地理不同 這個禪門他也就可以從凡夫禪法的四禪 變成聖人的禪法 這樣可以嗎 他重點是放在你的觀心的時候 所以剛剛我們是講在180頁 請讓你們回家看一下180頁 180頁的20行開始 你有沒有放到20行的 後面有沒有大概中間片後幫有個八針道 好你在看到那是藏教 21行的中間偏左方有沒有八針道 好在22行的最後面有沒有一個八針道 有23行的中間偏右方有沒有八針道 有都在修八針道 可是不是會有藏通別源差別 差在他的觀心呢 前面冠上不同的觀心 所以說新的地理不一樣的時候 你修出來看起來四象一樣 他背後達到的效果 跟他所斷的煩惱是不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一直強調 你們要正思維 要善作 要學會禁慮 希望你們做一件事情 能夠達到一百倍一千倍的功效 既然要做了嘛 就做最有效的事情 好來 再來呢回來173頁 173頁六億的次第 有沒有寫 有沒有寫 有沒有找到 表格六億的次第 上面寫上次第 這個地方寫上次第 在他旁邊這個地方寫上1次第 這邊寫上一個2護色 護色的那個地方幫我寫上參考頁數 182頁P182 這邊寫上一個護色 相護的護 收色的色 來各位呢 182頁 就是今天還沒有講的 兩頁當中的最後一頁了 另外一頁再回來複習一下就可以 182頁呢 他就是說 你看前面的講完了 好像他每一法都是別色對不對 但是今天你把他的位階 全部放進來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說 當你談禮的時候 你就會必須發現 他也同時要談禍 那談禍 從斷的角度談 他所正的叫做字 你從他的歷程怎麼服用 叫做行 你從他最後達到的那個位階 從他那果味叫做味 你說他服用的這個藥法 對他所傳授這叫做叫 所以說他最後呢 就是說這六法有沒有互設在一起 有 就是互設在一起 有沒有配合上去 我們有什麼病 那我們要吃什麼藥 這從禍的角度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該怎麼做 叫做行的角度 我們背後要怎麼做 才是對的叫字的角度 那對方告訴我們 怎麼去服用這個藥 我們從哪個地方 找到這個藥方的叫的角度 我們最後會達到什麼效果 是位的角度 好這就是他的互設啦 ok了嗎 底下就是每個換一個角度說一次 每個換一個角度說一次 就是你看起來文字這麼多就是這樣 來看看這邊 我先從我的母子 說我跟食子中子無名子小子 有互設關係 說完還是從我的食子說一次 我跟他們四個有關係 再從我說一次再跟他們四個有關係 變成那麼大一段文字 那麼大一段文字 講起來就是輪流說一次而已 ok 好各位看到181頁 181頁第三行 有沒有看到一個頓 一頓 第四行有沒有看到一個劍 二劍 第十一行有沒有看到一個三不定 找到了嗎 好這地方有分三種子官 頓子官 見子官 跟不定子官 三種子官 好頓子官只有一種 就是觀心幾甲集中者 請把幾甲集中的頓號拿掉 這個完全不能不能頓開啊 這完全不能頓開 這頓開太離譜了 雙極啦 觀心能夠雙極啦 雙極雙遮 好這是屬於頓的 那劍的部分呢 就是屬於一般刺地的部分 一般刺地的部分 劍的部分啊 那就是官心叫做 因緣生法生滅啊 因緣生法 它本身有生有滅 就叫因緣生法 是一個名詞 那它是生滅法 叫做因緣生法生滅 ok齁 那這一般就叫做 龜帶乳 就是一般像阿涵 都這樣介紹 那官心能夠極空啊 那就是屬於共波人啊 就是屬於下面的那個 像是大屏啊 第八行的部分啊 屬於波人的部分啊 那就是說 極空 極甲 極中者也是屬於他 那另外一個方等的部分 是第七行 他說官心是因緣 這個因緣生法呢 你關他要分開關 先關他極空 再關他極甲 再關他極中啊 這一般就是次第說分別說啊 那是屬於方等 一般在方等的裡面來談的 那屬於生疏的 生疏法 生疏味 後面的乳酪 生疏熟 手疏蹄虎 是屬於一般我們講的五味 一二三四五的五味 覺得味 是五味齁 那如果像法華的話 第九行 他就是直接用極中一法來關 就直接用這一法來關心 重點就是放在來 你關心用什麼理來關 那這個他這一法來關 他的重點要幹嘛 後面幾個字幫我畫起來 開佛之見 啼虎 他放在啼虎 是因為他能夠達到開佛之見 因此他放在啼虎 所以啼虎為什麼叫啼虎味 這是上等味啊 能夠讓你吃到佛的之見的上等味啊 好啦 所以涅槃呢 涅槃也是啼虎味啊 因為他是用四句相級 來達到同見佛性 也是慈喪味啊 我們可以畫起來 這四個字都有畫到齁 好啊 這是見識指觀 那一概來看一個不定指觀啊 不定指觀要請你們幫我畫一下 你看到沒有看到 那個我打方框的是什麼 因緣西空即空即假 假明即中 可是他後面都跟著四個字 叫做即是佛性 即是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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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找到 然後後面呢 就看到有沒有看到 乳中殺人 落中殺人 身書殺人 首書殺人 醍醐殺人 這個殺人的意思就叫做見佛性 就是一般我們常常講的叫做 真到損身 我們一般都喜歡身嘛 可是這個身它是說 所謂的就是後有的 你還會輪回 所以當你能夠真到 事實上就是在損身 不要再在這輪回裡面再去走了 然後這個見佛性 因此它就說殺人 殺凡夫心 不要再有凡夫了 ok好不好 好所以呢 這是不定子官 它重點是說 方戰你用什麼方法能夠見佛性 見佛性 來 各位再看一下喔 第十九行 有沒有找到 如果你有鉛筆的話 你這個幫我往上一點點 這往上你我畫 好來 你們這樣子的略色如上 你畫一條線 然後從這邊牽過去這樣畫上來 這樣子齁 然後這樣子切下來 代表這邊從這個上面叫略色 從這裡叫做廣色 略色的話看起來就有三種子官啊 那如果你廣色的話呢 事實上是無量教法 皆是重新而出 二十二行 有沒有找到 二十二行 那它的解說在一百七十六頁 它已經有講了 因為它這邊在做結尾 那無量教法重新而出 是什麼意思 它前面一百七十六頁 我們剛才都有說了 那如果是呢 二十四行的話呢 它說破城出倦 陽血空金啊 在一百八十頁的這邊來介紹一下 有沒有找到 一百八十頁 我剛才唸的字 你們找到嗎 我再唸一次 一百八十一頁二十二行 八個字 無量教法 從新而出 找到沒有 好 這個地方呢 就是請各位回去呢 你們剛才有抄一個筆記 就是說 我們一般可以講說 能生 能生的是心 由心而後生諸法 這個部分 你會去抄那段筆記就可以了 所以它說 由心 無量教法 由心而出 這樣可以理解 好 再來呢 那個二十四行八個字 在中間偏左方 破城出倦 陽血空金 找到嗎 好 為什麼它講破城出倦 在一百八十頁的部分 你幫我回到一百八十頁一下 一百八十頁 在下面 第八行的部分 再下來一點 這個怎麼樣 我要中間這一塊 讓我一次可以講 這樣可以好 就是說 這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說 它說 一切祭祀 它全部的所有三藏 三藏十二部金 祭在一圍成中 借在一圍成中 然後 這以這個圍成當中呢 如果你能夠以方便 破出紙巾 就可以做義它的動作 這是屬於圍成 一般講的叫做圍成祭金 屬於有為育 另外一個方式呢 是約空的角度來看 那約空的角度來看呢 它就說把這十二部金啊 養殊在虛空 養殊在虛空 然後以這個空 寫在空中的金 來為眾生做一個教導的動作 所以它這個破成出空的意思就是 你能夠破有為法 而後來出無為法 它是從這個典故過來的 好 今天就上到這裡 第四章講完了 下禮拜就介紹167頁開始到172頁